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旅行者大家好 那这一期的话我们先来讲一下神的棋盘北方向的宝箱 那我们出发地点就在神的棋盘右边的传送锚点 好过来先将视角调到我们西北方向 适应场勾一下 这个是镇守宝箱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过来就可以看到前方有一个现实挑战 我们切换一个弓箭手 好的我们继续往这个宝箱的位置跑 下路我们将这个视角调整到西北方向 我们从这边下来 前面有个适应草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到三角的装置 我们先来一下 再将视角往这个东方向 放入这个正方形的框里 好附近的怪大家清理一下 然后我们触摸原件 往这个东方向前进 点燃这个火把 好原路返回 然后左边 左边有一个 我们再去触摸一下原件 我们将视角调到这个西方向 也就是这个适应草的上面有一个 然后在左边 这里还有一个 好这就是我们第四个宝箱 拿了之后 我们继续将这个视角调到西方向 好出发 冒险冒险 前方的话有一个正手宝箱 好我们来一下 拿了之后前方有个楼梯啊 我们先往这个楼梯啊上去 到达这个位置啊不要上去啊 到达这边左转 前面的话有一个正方形的这个装置 再往前面的话有个倒三角 好来一下 我们回到正方形装置这里 完成之后 我们继续往这个西方向 然后我们继续往楼梯的上层走 上来之后我们将视角 往西方向 可以看到上方也有一个正方形 好我们先把这个三角拿过来 放进去 这边的话我们先翻转一下 然后下来 再翻转这一个 我们再下来 好这个的话有任务指引的 好我们上去啊 上面的话有一个宝箱 拿了之后我们用这个适应槽 我们上去一下两下 然后上方的话有个精灵 好我们碰一下 下来 好下来 那下一步的话我们就一直跟着精灵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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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的话就是我们精灵归位的地方 那这边的话有个宝箱 拿了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继续往这个西北方向走 然后再将这边的怪尔清一下 这边的话就会出现这个小篮球 好记得一定要将怪尔清一下 不然的话这个是锁住的 好 这边我们释放一下 然后暂时不要管他 我们的右手边的话有一个正手宝箱 好拿一下 然后我们回去 继续找这个小篮球 好的 到了这边有个宝箱 那下一步将这个视角调到西北方向 可以看到上方的话有一个适应草 好 勾一下 过来之后 这边的话我们要解锁这个石板的任务了 这边解谜是110 第一个的话是1和C 第二个是飞马 第三个是 大家可以看到是2点一个箭头 偶遇珍宝 是云游四方的妙区之音 好 现在的话我们继续往这个东南方向飞行 前面的话有一个限时挑战 好我们开起小战 然后用这个弓箭手描准炸弹 这里比较远啊 大家多射几下 好的 达到这个宝箱之后我们继续往这个东方向 有一个废弃的建筑 这边的话最好适应草往上一层拉 我现在是往下一层拉的 然后的话我又要重新爬上去 这边的话有个漏斗 咱们先翻转一下 好下来 再翻转这一个 再往前面 然后下面的话有个宝箱啊 就在这里一个洞穴里面 好的我们先过来啊 过来将这个四角 找到我们东北方向 然后这里有一本书 进去这扇门 我们开启这本书 进去这扇门 拿到一个倒三角 好 我们回到这个小洞穴这里 好进去 前面的话有个正方形 放进去 好的这边的话 这本书就可以开启了 拿到这个宝箱 那现在的话我们先原路返回 我们先出来 然后视角往上面看啊 我们先往这个头顶的这个四蝇槽 拉上来 然后从这里爬上去 方向是东北方向 过来之后将视角调到北方向 那前面的话也有这个石头解谜 那这两个的话是零腰 这两个的话是零腰 这个打一下 是两个人 这边的话是一二三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两点一钩 两下 这个是蛇 然后三下 好 好 这三个点 好 下一步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我们 神的棋盘 左边这个传送锚点 然后将视角调到我们西方向 过来之后我们左转 可以看到前方的话有一个现实挑战 好开启 好开启 该出发了 好的 下一步的话我们继续打开地图 回到神的棋盘右边这个传送锚点 这次的话我们将视角调到西方向 然后这边的话有两个钩子 咱们先下来 这边的话也有一个石头的解谜 这边的解谜顺序是03112 好第一个不要打 这个打三下 四个三个点 然后这边的话打一下 两点一钩 再打一下 两个人 然后这边的话打两下 是一个蛇 好拿到这个宝箱 那我们继续往这个西南方向走 然后这边右转 就可以看到前面的话有一个装置 我们切换安博 火 在我们西方向这边有个火把 然后在我们东南方向这边有个火把 在我们东北方向这个有个火把 好最后一个火把的话就在我们 北方向 在这里 在这里 好我们释放一下这个小篮球 好跟着他 我们先送他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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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這邊的話沒有獲得寶箱 然後我們再找另外一個小籃球 我們往西藍方向 一直往前面走 往這個金字塔的方向走 這邊的話先將怪牽一下 牽一下的話這邊就出現了小籃球 好繼續跟著他 到達這邊我們繼續釋放 好 好到位之後在我們的中間這裡出現了一個小籃球 珍貴的寶箱 令人快樂 下一步我們將四角調到東方向 以及往前面走 這裡的話有一個現實挑戰 我們開啟 好這邊有一個適應槽 勾一下 下來 然後繼續我們下來 然後繼續我們下來 這邊下面的話一共有四個 然後我們繼續四櫻桃勾一下 上面的話一共有六個 好 好這邊有個寶箱 好下一步的話我們四角往西方向調整 這邊的話也有一塊石頭 好這裡的話總共有六塊石頭 這個難度的話稍微高一點 過來之後你先將這個四角調到北方向 然後第一個是三下一下 兩下 三下 第二個一下 第三個一下 第四個兩下 第五個三下 第六個三下 第六個三下 三一一二三三 好吧 三一一二三三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北方向是個蛇形的 然後左邊的話是三個點 再過來 這是一個拳頭 這個是蛇 然後這個的話是 一和C 這個是兩個W 好的繼續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巨人峽谷的右邊傳送錨點 這次的話將四角調到我們西藍方向 前方有四陰草 勾一下 我們飛到對面 然後右轉 大家可以看到前方的話有一個石頭 好我們等殺蟲過來 這邊有一個寶箱 好的我們繼續往這個西北方向走 我們先從這裡直接下來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一按按按 這一下中間的話兩下 四個踢足球 這邊是兩下 好一和C 好這裡有個寶箱 第一個的話是兩點一勾 好的下一步我們將四角調到西方向 這邊的話有一個廢棄的建築 我們先爬上來 這邊的話有一個限時挑戰 好切換弓箭手上來 啟動後我們前方這個球先拿一下 然後四陰草勾一下 將這個四角調到我們東北方向 好這個小球我們拿一下 前方再拿一下 走到底 往右邊走 再往這個小球的方向走 下面將四角調到我們西北方向 我們往這個小球的方向走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面 這個小球的方向走 擋住了往右邊走一點 再過來 下一步我們左轉 這邊有個小球 好現在的話將四角調到我們 東北方向 這邊有個小球 但是你要開啟這個瞄準模式 這邊很容易就掉下來了 我們先走到底 走不動往左邊走一點 再往前面走 好這個的話就可以拿了 繼續往前面走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就在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在我們西方向 在這個下面 我們先過來 瞄準取消 從這裡跳下去 寶箱的話就在這個 廢棄建築的上面 好 下一個點位 我們將四角到西南方向 上面的話有一個適應槽 咱們先勾一下 下面的話有一個正守的寶箱 拿了之後 將四角到西方向 可以看到前面的話有一個精靈 建議大家碰一下 我這邊忘記碰了 好我們直接往前面走 這邊的話有個正方形 然後前面的話 這裡有一個封場 我們帶上這個瓶子 充滿能量 這裡碰一下 就會獲得這個 倒三角的這個裝置 放入這個正方形的圖形這裡 然後我們觸碰原劍 帶上火元素的角色 我們找一下這個精靈 出發 我們要尋找這個火把 這裡有一個火把 繼續跟著精靈走 好能量不夠了 我們回去 再觸碰一下原劍 冒險冒險 然後這邊草叢這裡有一個 在這邊 建議大家這時候再回去充能一下 我們繼續跟著這個精靈 那這個火把的話就在我們右手邊 然後能量不夠 我們回去充能 然後能量不夠我們回去充能 好的我們將這個火把點燃 再將這個精靈啊 趕到位 好這裡有個寶箱 然後下面的話也有個寶箱 好的我們這一批的話就講到這裡 總共的話23個寶箱 現在累積的話是117個 好的這一期的話我們來講 神的棋盤 藍方向的17個寶箱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地圖 我們觸發地點 神的棋盤 左下角這個傳說錨點 過來之後 首先你將這個視角往東方向 然後這邊有個寶箱 我們來講一下這個怎麼解開 首先這個攻擊兩下 然後我們移動 移動的話這邊的機關的殺就會清除 清除之後我們啟動一下這個開關 再將它移回去 那這樣的話這個寶箱就可以獲得了 好的我們繼續往裡面走 到了這邊這裡有一扇門 這扇門的話需要這個神秘的石板 我在39期已經講過了 如果大家沒有拿的話去拿一下 好的我們進去 好現在的話我們原路返回 將這個視角往這個東方向走 過來之後我們左轉 從這個橋上跳下來 這邊有一個正手寶箱 好下面的話將這個視角往東方向 從這裡爬上去 我們來到這個中心這個地帶 這邊我們下去 這邊我們下去 這邊有一個華麗寶箱 拿了之後將我們的視角往東方向 上面有個勾子勾一下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這個機關的話和剛才這個差不多 我們攻擊一下 然後我們開啟這個機關 寶箱的對面就可以拿了 好我們原路返回 往這個西方向走 出門後我們往右手邊走 往北方向走 然後前方的話有一個正手寶箱 我們來一下 好現在左轉 筆直的往前面走 那這裡的話有一個限時挑戰 好開啟 我們帶上這個弓箭手 上面有個木箱 然後前面有個木箱 還有兩個的話就在我們對面的這個雕像那裡 前面這個不好射 我們走近一點再射 好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了 那寶箱的話就在我們對面 好我們過來去拿一下 拉完之後我們將這個視角調到西北方向 然後前面有一個適應草拉一下 這邊的話還有一個地下空間 咱們先下來 好下來左轉 這邊有一個倒置的三角我們來一下 然後左轉從這裡爬上去 放入這個正方形 好稍等一下我們點擊翻轉 然後我們下來門口的話有兩個 翻轉 這個也翻轉一下 上去拿一下寶箱 拿完之後將視角調到西方向 前方的話有一個正手寶箱 我們來一下 好的我們來完之後 將這個視角往南方向 我們就沿著這條河道 筆直的往前面走就可以了 前方的話有一個現實挑戰 開啟 收集八個威力 好下一步的話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我們 右下角這個傳送錶點 過來就可以看到有一個寶箱了 然後我們將視角調到西方向 這邊有一個正方形 在我們西北方向有個沙子 我們用風元素吹一下 拿到這個三角 往這個中間放 然後我們接觸一下圓箭 將視角調到北方向 用火元素點燃 再將視角調到東方向 再用火元素點燃 好我們原路返回 我們再觸碰一下這個圓箭 這次的話我們左轉 前面的話有兩隻狗 看到沒有 這裡有一個 再來到另外一隻狗這裡 好點燃之後的話就有一個寶箱了 下一步我們繼續將視角往南方向調 然後這邊左轉 這邊的話我們右轉 這邊的話只有一條路啊 放心的走 然後前方的話有一個正手的寶箱 大家先將這個怪清理一下 下一步我們左轉 前往前面這扇門 這扇門的開關在左邊 記住啊在左邊 好下來在這個門口啊有一個正手寶箱 好的我們原路返回 這次的話我們從這個裂縫啊跳下去 下來將視角調到北方向 這裡的話有一個正手寶箱 拿完之後左轉 繼續前進 上面有個適應槽勾一下 好這裡的話有石頭解謎 第一個打兩下 是兩個人啊 這個也打兩下 是條蛇 這個打三下 再打一下 好是三點 也就是按按三 好現在的話 將視角調到西藍方向 這邊有個樓梯 咱們先上去 左轉 然後這邊我們繼續右轉 再上來 前面的話有一扇大門 門口的話有一個寶箱 好我們繼續前進 那這扇門的話 也需要這個神秘的石板 你開啟一下 好這個就是我們最後一個了 下面我們核對一下這個成就數 截止目前的話一共有129個成就 其中還有五個的話是記錄了3.1版本了 所以說在這邊的話沒有顯示 好這期我們就到這裡 1.4 2